我們先前為您報道過發生在南投 五十一歲的謝姓元景 就在十八號晚間 他跟范姓表哥兩人相約 到國姓鄉的山區來打獵 但這現場非常的昏暗 視線不佳 而元景當時的頭燈燈光閃爍 疑似被誤認為獵物 慘遭獵槍擊中 他的背部重彈 送醫救治仍然不治身亡 檢景在今天帶著死者的表哥 重回到案發現場 模擬事發過程 要釐清這名元景的確切死因 警方搭上小貨車前進南投山區 因為十八號深夜十一點多 驚傳有元景遭獵槍擊中 有著原住民身分的南投五十一歲 謝姓元景 跟范姓表哥 接班到國姓鄉山區狩獵 但疑似現場光線昏暖 元景頭燈 燈光閃爍 被誤以為是獵物慘遭槍擊 當場背部重彈 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檢察官跟警方十九號帶著身亡 遠景結伴狩獵的表哥前往山區 案發現場模擬當時狀況 沒有 就是沒有回應 而且都沒有電燈 我看的就是很奇怪 我就趕快就從這裡上 開始上去這樣 往後躺 地圖的 而表哥公稱當時除了他們疑似 還有另外一組獵人在附近 聽見表弟死音也嚇了好帶跳 警方也在現場透過雷射光線 測量案發地點路徑距離 還意外在樹林間發現一個不明竹籠 深重起見 也被當成證物 帶回進一步檢驗 現行遠景預計六月就要退休 沒想到上山打獵意外遭獵槍擊中身亡 檢警重回現場模擬採證 要釐清遠景真正死因 最為邵宇南投報導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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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